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很多醫學的名詞啊 被一般的大眾長期的濫用 搞到後來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意思 什麼站起來昏倒 跑步喘 還有其他什麼神經衰弱什麼 反正這些詞都被大家常濫用 好吧 那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到底什麼狀況是評選的 今天要來考考大家 有沒有正確的觀念 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第一個囉 等一下... 你不要那麼激動 我們有參與感嗎 你讓他們參加一下 你覺得很無聊就想跳過就對了 所以想問一下 大家在座的媽媽們 到底運動出汗 頭暈是不是評選 請去拍 軒的四位 差的兩位 就J媽跟甜甜覺得是差 運動出汗 這不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因為像我出門到巷口買個菜 回家就是滿身大汗 然後我上禮拜帶我兒子去爬山 我們還在平地 都還沒開始上山 我就滿頭滿背都是汗飆汗 因為這... 就是你身體在那個 你就是排毒的一種 頭暈 頭暈啊 頭暈這部分有沒有 我就是運動量大的時候 然後你運動到有點喘對不對 你運動身體會缺氧 那你大腦缺氧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暈暈的嘛 就這是自然獻上禮拜 J媽講的不對 因為我身上就有一個 活生生血淋的禮拜 你身上 身上 怎麼變好無限節的 你為什麼好恐怖喔 我怎麼逼著 我是說我之前 帶我女兒去上采藝班 然後隔壁教室剛好是瑜伽課 然後那瑜伽老師我就認識 他就說我們班還有一個名額 你要不要來試上 我就想說好啊 小朋友進去上課 然後我也很久沒有活動經過 很棒 一堂課也才五十分鐘 我是能怎樣 我就進去上課 結果真的 那是一個比較高階一點的瑜伽 我做的時候就已經很吃力了 然後我中間還偷懶 就有了動作沒有做 可是我出來之後 說真的不騙你 對 就是整個在發動 然後可是回家還要做家事啊 就邊做邊冒汗還頭暈 我就只好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我這個 因為我本身就有貧血 他說你這個就是因為貧血 加上激烈運動之後有 所以我有貧血的人會覺得更不舒服 但是沒關係 就是回家吃一些 含鐵量高的東西補充一下 就會好了 一般來說其實運動 大概到某個程度 都會出汗啦 真的貧血的人他不是這個樣子 真的貧血的人是他 他會喘 可是運動會喘很簡單啊 可是一般來說其實真的貧血的人 我們常說他慢性貧血的時候 他在你走路 爬樓梯都會喘 像我的診間在二樓 你們看到很多人 他從一樓爬到二樓 你看他一上來之後 坐下來 我告訴你 他可能五分鐘還在一直在喘 那等他從坐著 只要再爬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那個喘度還在 就很像那個發痘一樣 你知道發痘那種口嗎 他一直 發痘 對 那個叫喘 真的 他是停不了的 對 因為貧血這個東西 會讓你的心肺的功能 受很大的影響 那病人是以喘來表現 可是基本上其實 我們說貧血有分多兩種 你知道 極性貧血跟慢性貧血 那一般很多人 慢性貧血之後 他的血容數一般女生要十二以上 可是我們常看到很多女生的貧血 他可能就只有六跟七 他基本上可以跟你坐在那邊 還算日常生活都還OK 但是如果他 你叫他走快一點 提多一點重物 我告訴你 他就覺得很累 會覺得 那現在剛剛那個溶血 是已經很嚴重了 一般如果是溶血的話 其實溶血的原因很多 那基本上其實他的問題 應該不是因為 所以說你不用那麼擔心 而且真的是 因為運動引起的溶血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放你回去 要把你送去急診 要抽很多的一些效術 要放很嚴重的話 還要做住院 還要打點進 要做其他的處置 真的喔 很嚴重的貧血 那可能就是爬樓梯都喘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 也很適合做見別人的 因為有些女生很 一開始 他其實因為長期呢 他就是可能有一些 肌瘤的問題 所以他長期其實都血紅素 不是很夠 所以有貧血 可是他們女生 現在女生很愛嚇 之前有個健身房的教練說 他差點被他的血緣嚇死 就是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 明明那女生可能 本來就有貧血 量就很大 然後那一天 還硬是去上飛輪客 想說都已經 都已經到了時間了 不去好像很可惜 因為要繳錢的 到後來騎到那個 後面什麼要 什麼要騎到急轉 然後阻力要多少之後 他已經看到那個人 臉色越來越白 越來越白 突然間就聽到 胖蕩的感覺 對 他的飛輪 摔下來 你知道嗎 他說那一次真的很顯 是因為他們那個教室算大 所以那個飛輪跟飛輪 之間的距離有 所以他掉下來 其實沒有撞到別人 你就滾過去他們 趕快幫他送醫 大家可能覺得 貧血運動應該OK 可是有時候有一些運動 太劇烈 老實說你真的沒有辦法耐受 然後這個時候兩個加在一起 他就說他真的覺得 他自己運氣很好 是因為他們的飛輪 空間還算大 他說不然 撐到旁邊 撐到旁邊 那這樣我很想問王醫師 因為我們很常就是 女生只要蹲下 又站起來 眼前一黑 那這樣是平血嗎 一般來說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說我們最常見的 叫做 結果你本身是 坐著或躺著起來之後 你本身的身體能夠反應 血壓的那個收縮力不夠 你是血打不到腦子上面去 這樣基本上其實就告訴你 你的動作要 要慢一點 其實這個不是只有女生會 很多老年家也會 很多人都說如果 身體起來前幾天 盡量不要做激烈運動 就算如果 是什麼樣的激烈運動 不是 因為真的很多人 例如說像健身房 飛輪的時候 這都算滿劇烈的運動 如果你就算沒有 平血的話 是不是也不介意 其實應該說 我們都量力而為 就是說你基本上 月經還沒來 你身體裡面因為有些 荷爾蒙的關係 你會覺得你去運動的時候 會感覺一些狀況出現 那基本上 它不會因為這個樣子 讓你有一些 平血的狀況 所以我常說其實你自己 要有身體的狀況說 在那個狀況 越進來的時候 會越來幾天 你覺得你身體狀況 不是很好的時候 要打折啦 要超平直 超六折左右 你到那個時候 反而去做更多的運動的話 會讓你身體不俗的狀況 更容易產生 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 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 這不好意思問了 肉肉女要小心平血 超好暈喔 超好暈喔 覺得肉肉女 是不是要小心平血 請舉牌 你要四個圈兩個X 湘涵跟J媽是X 張可雲 是的 肉肉女問你就對了 真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誤會 覺得說好像說 或者是比較肉的女孩 絕對沒有平血的問題 然後大家只要說 聽到說 你平血 不要這麼假啦 可是是真的 因為像我們這樣子的女生 常常都會有 比較偏激的減肥方法 然後常常就會硬餓啊 不吃或者是說 營養不良 單依食物減肥 然後就會造成平血 本來沒事 後來就變有事 而且以前我都好羨慕那種 升級升一升 然後會暈倒的女生 就可以不用升級 很濃落 對 很濃落 然後你都會覺得 她不能曬太陽 好好好 像念小倩喔 對 她也不能上體育課 對 對 就很柔軟 就是我怎麼都 我怎麼都站在那裡 直聽聽的 然後汗一直滴 然後也沒什麼樣子 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如果 倒下去怕旁人都不參負 我們就離開嘛 如果那個很瘦的還 妳怎麼樣都會來補 可是你知道像我們這種人 就算平血要 對 真的我還記得 有一次運動課 我也是大隊接地 然後又摔倒 然後就是要被抬到保健室 他們是用那個 以前的學生 那個椅子不是木頭 四隻腳 把我放在上面 然後她們叫四個男生 一人扛一邊 妳幫我講 四個鬧畫面 我講說天啊 就是跟我們騙媽祖 但是重點是 好得會是個女孩啊 妳都騙媽祖 太好聽了 明明就是賽神菇 妳也一個公主抱或什麼 我們都很羨慕 真的 然後我們每次把女生 然後扛拳在那裡 對 然後只有 真的 我連結婚新娘抱 都是我抱老公 謝謝 對啊 平頭咧 今天是舉 對 我這一題我也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真的胖很快 然後 總共胖了二十五公斤 我覺得就是跟平血有關係 對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平血變得更嚴重 然後有一次我去菜市場 就是要買水果 然後我老公在後面叫我 我只是一個回頭 然後眼前就一黑 好險我老公手腳快 有把我抓住 不然就可能就 肚子裡寶寶就超危險 對 所以那一次之後 我就有特別注意補貼 懷孕不一樣 懷孕也是肉肉女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懷孕裡面是有胎兒 我裡面是沒有東西 是真的胖嗎 J媽妳以前不是也是很胖嗎 對 我以前其實也是很胖 妳有胖過嗎 妳有胖過嗎 她以前也是超胖的女生 真的假的 我以前有六十幾公斤 六十幾公斤 算什麼超胖 我懶得比妳 對 惹火惹火 就是跟她現在比的話 對 就是因為妳會肉肉 一定是妳吃得多 那妳吃得多 攝取的營養就足夠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人 反而比較不容易平血 像我以前就常常去運動 會跟一個我的朋友 她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肉肉的女生 然後我們一起去游泳 跑步 像我大概跑步 跑個大概十幾分鐘 我就覺得很喘 有點受不了 但我那個朋友 她可以游泳四十分鐘 接著做起力 蹲下十個回合都沒有問題 就完全沒有看到在喘 就覺得起力很好 可是妳麻將可以打三天三夜 對 那是靜態活動 那是靜態活動 對啊 可是她那個不是肉肉 她那個是重重的 對啊 對 但她的體型就是比較結實 算是大隻的那種 我覺得反而是那種 體型比較瘦弱 因為她們可能有在做飲食控制 可能肉也不敢吃 那個也不敢吃 飯也不吃 就是營養不均衡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平息 就是跟肉肉女比起來的話 應該是說 比較肉肉女的話 她說 但是平血跟胖跟瘦 其實沒有真的正相關 沒有這些關係 跟飲食不均衡有相關 那我之前啊 我一個門診啊 是一對夫妻進來 我門診裡面 然後呢 她們那個 她是要幫她那個太太做減肥 然後她進來的時候 她就開始問說 她減肥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會建議她說 妳可能就是 妳的蛋白質可以提高 然後妳的蛋白質來源 可以來自於白肉啊什麼 我就這樣建議她 然後忽然她就問了我一句說 那我可不可以吃一點牛肉啊 或是吃一點紅肉部分 我說 可以吃啊 你只要選對部位就可以了 比如說吃點牛腱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問她說 妳為什麼會這樣問 然後她就說 我就平血啊 但是我先生就一直說 我長這樣不可能平血啊 對 然後我就查她的那個抽血數據 確實她血紅數是很低的 大概在八左右 七左右而已 我就當著她先生面前說 妳太太 雖然是比較胖一點 但她說 妳真的好愛兩個人家 會比較胖 很香耶妳 沒有 因為她一直不相信 她太太這個身材是會平血 妳應該這樣跟她先生說 說妳太太雖然吃很多 但吃不是很好 吃什麼東西 再補一槍 沒有 但是我覺得 有一群肉肉女啊 她們確實 貧血的風險是高的喔 就是呢 你知道有一些疾病 她跟我們的 女性的一些 荷蒙有些關係 比如說妳會發現呢 有一群人她們叫 有 之前她就是這樣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媽媽就覺得說 妳都上大學了 妳應該要愛漂亮了嗎 怎麼越來越胖 都不想減肥嗎 然後她就說 我不是故意要這麼胖 我也沒有吃很多 可是就是跟以前吃一樣 可是好像莫名其妙 就是覺得 越來越胖 甚至她就發現說 奇怪就是 因為她每次月經來的時候 都量超級大 就她一次可以來個十五天 所以她可以活個十五天 所以她每次來的時候又很虛 然後就是整個 又是貧血很嚴重 她媽想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怎麼會把她養成這樣 後來呢 她就說那因為來太多天 就帶她去看醫生 後來醫生才發現 她的胖跟她的貧血跟她的虛 都是同一個病 所以妳要知道這一群 如果她是這一群患者 她確實 她的體型胖 但是她容易平血喔 因為她們常常會有這些 內膜的狀況 所以 不會用妳 不是不會平血 對 妳是要關心她的血紅素 到底是到我 那是妳姐還好嗎 那是妳姐姐 在往不扶我 那是我們沒有學校 那個椅子 而且我覺得她有點在哭 對 但是就這樣 我們來看 這些習慣會害妳平血 不愛喝水會導致平血 這個有關係嗎 圈 就 就看我是擦喔 可以改嗎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覺得她害怕 對啊 自己不愛喝水 因為我是一個 不太愛喝水的人 然後後來我覺得 有一個理論 說服了我自己 因為 然後呢 我們都不喝水 我們就會 有女人的病 雪又濃於水 可是呢 妳卻又只有雪 妳沒有水 那所以就只有一半 那所以呢 平血 平血就是平血嘛 就偏一半 所以就沒有水 難怪會平血 聽著我 偷偷瘀 我就會很像平血 大家有聽得懂 她剛才那段 鬧口力嗎 水容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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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少了一個就不行 就不夠了嘛 就會平了嘛 就會平血 我有聽過說 妳如果不喝水 容易洗腎啊 或者是不健康 可是我沒有聽過說 不喝水的話容易平血 而且現在市面上 不是有很多那種 有健康飲料嗎 像日本人不是很愛喝茶 茶不是說可以減肥 促進血液循環 但她沒有防平血 但她沒有防平血 她已經不清楚 她已經不清楚 自己選的答案是對 對 對 她是沒有關係的 跟水沒有關係 因為呢 基本上 如果你不喝水 因為妳一直在講水嘛 對不對 不喝水不會導致妳 是平血 但是如果平血的人 她不喝水 那她其他的液體的來源 我們可能會討論到說 她可能會用茶 或是咖啡 去取代她液體的來源 那倒是在日本 因為他們常常在喝茶 所以他們有一些研究 他們發現啊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平血的人 那你不喝水 那你可能用茶跟咖啡 來取代你的飲品的話 如果一杯茶的話 它會影響到鐵的吸收率 會降低鐵的吸收率 大概64% 那麼高 對 那麼高 然後如果是咖啡的話 會降低大概39%的 這個鐵的吸收率 還比較高 茶怎麼可能排比咖啡高 因為茶裡面的草酸 它的含量 比咖啡裡面的草酸含量高 草酸會去影響到鐵的吸收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以前不是講說 如果妳是屬於 缺鐵性平血的人 妳可能在飯後 不要馬上喝茶跟咖啡 對不對 那可能要隔多久 至少我們要隔兩個小時以上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是有研究數據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沒有平血的 就算你不喝水 你也不會忽然變成平血 這件事情是要澄清的 那除了茶跟咖啡呢 還有一個很妙就是 我們台灣人滿喜歡喝青草茶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屬於 嚴重平血的病人 其實我們也會交代他們說 因為青草茶裡面有很多的 多分類 那多分類確實如果大量的情況之下 在同一餐 它會影響到你這一餐 鐵的一個吸收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 現在真的很嚴重的平血 那你在飯後 除了不能夠立即喝咖啡跟茶之外 也要避開青草茶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有些很嚴重的平血 醫生會開那個鐵劑給他 那鐵劑給他之後呢 其實有一些草酸高的食材 也是要避開 比如說像巧克力類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你吃完鐵劑 或是你吃完保健食品裡面有鐵的 那可能你就不要吃大量的巧克力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啤酒 啤酒也是屬於 炒酸含量很高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要避開 那避開多久 一樣就是要避開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這一題的重點在於 如果你不愛喝水 那你喝了什麼 你是不喝呢 還是你都喝其他東西 所以之前有一個女生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大家都流行喝油切茶 那女生就是為了控制體重 就是明明已經是貧血 可是想說吃一點點油油的東西 比如說吃一點點肉可能有油 她就要拼命喝油切茶 油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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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所以你根本幾乎就很難補進來 所以還有一次去醫院的原因就是說 原因是說她很嚴重的貧血 就醫生一問 那你都這樣子怎麼會補得進來 可是這一題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是這樣子 因為她 因為她的工作的關係 她幾乎都不大喝水 因為她擔心她要去上廁所 她必須拖一些防塵醫 或幹嘛很麻煩 所以長期之後呢 長長的泌尿道感染 那很嚴重又沒有去就醫 所以最後她的腎臟功能 其實很嚴重受到影響 可是她一開始 並沒有意識到她的腎臟差 她反而是怎麼發現 她腎臟問題 是因為她有非常嚴重的貧血 後來醫生就 那貧血跟腎有什麼關係呢 我有關係 有的 他們呢 腎臟功能有問題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順利的製造 紅血球的 所以她是真的因為 不喝水 後來她的腎臟功能壞掉了 後來她很嚴重的貧血 貧血 然後有一天暈倒了 暈倒了送醫 才發現她貧血貧血 然後因為她腎壞掉了 所以她就是貧血了 然後就很死腎了 對 像剛剛醫養師提到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嚇到 因為像我從去年底開始 原本我是不喝咖啡 也不太喝茶的人 可是因為我為了就是想要 有整天都能好精神 顧小孩 所以我從去年底開始 我幾乎天天都是兩杯咖啡以上 而且我會在家裡的話 就不停地泡茶 就算外出 我也就是去便利商店 拿個兩杯美式咖啡 在那邊喝 可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還精神滿好的 就像盡量電池一樣 用不完的精力 可是後面幾個月 我發現我就越來越不行 而且有一次假日 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我忘記訂鬧鐘起來 通常假日 我們還是會訂個鬧鐘起來 要顧小孩 可是那一次我沒有訂鬧鐘 結果睡了整整十個小時 好好玩喔 妳好厲害 妳有訂鬧鐘耶 等一下 隱藏 要顧這麼多小孩 假日才有這個福利 老公就想說我可能太累了 因為我居然都沒有醒來 她是難過還是確認 她總總說 孩子妳沒有新媽媽了 還是妳先扮那個寶丹 是不是 人家超壞的 她就是把我搖醒 因為想說她 她覺得我一直睡下去 不是辦法 她就把我搖醒 叫我起來吃一點東西 那我就待坐在那個床邊 我就一直發愣 就完全提不起精神 那她就去斷一杯咖啡 到我的床邊 就給我喝 可是我喝了以後 所以其實我零零鐘總 應該睡了十四塊十五個小時 那她說起來 我已經覺得整個就是 我明明就睡了十五個小時 我還是覺得自己 然後起來在那邊 陪小朋友 然後做家事 我都超沒精神 而且一直覺得自己很恍惚 暈暈的 我可能是因為平血 因為我就一直大量的 喝咖啡跟茶 而且剛剛你講是說 要間隔兩個小時以上 我沒有耶 我都餐喝 我就直接喝 因為我想說不要餐前 不要空腹喝 那我餐後就喝 就慣了 其實一般在我們病床上面 病人來供醫生講 醫生 我平血了要抽血 大概十個有九個 可是覺得很常見是 病人進來 它是其他問題 結果一般他抽血 你知道你的血溶數很低 怎麼會這樣 所以說基本上其實 平血這個東西 它的症狀其實滿有趣的 有些時候病人 都有自己感覺 就像我們今天的題目 很多病人一有症狀 頭暈 平血 對啊 體力不支 平血 睡不喜歡 平血 什麼都套入平血這個 大家都跟我沒中 平血 成包 成包是平血 成包是平血 就是這麼給大家一個觀念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在醫生的學理上面 看病人平血最簡單就是 把他的下眼皮翻開 看那個下 在那個就是裡面的那個結膜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本身是屬於 過敏性結膜炎的人 你會看不出來 不會這麼紅的 對 那再過來很多 女生只要一平血來到我整間 我都跟他講 你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病人的手 跟我的手 跟我們護士的手先看 病人的手就會比較白 再翻過來 只要他沒有塗指甲的話 看那個指甲 所以就告訴你說 你應該有平血 甚至我們的臨床經驗說 你這個可能熊素 可能會在七八左右喔 然後去抽血 一回來就告訴你 他就真的 因為你要跟別人比 才會看得出來 最簡單的方式 抽一管血 只要三CC 很多病人跟我說 王醫師 我已經平血了 你再給我抽一管血三CC 這樣我不是更嚴重嗎 你是在害我更嚴重嗎 我說不用擔 只要給我三CC 我給你一個答案 到底你的平血是屬於 遺傳性的海洋性平血 還是屬於切腿性平血 還是什麼其他原因 除非你本身就有平血的狀況 那茶跟咖啡那些東西 就要小心 對 就要小心 對 好 我們來看下一題囉 常吃止痛藥會平血嗎 抽的比較多 只有 只有點點一個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才那個 醫生有講到 就是很多女孩子都會 平血女孩子都會說 我好暈喔 我好累喔 我好不舒服喔 所以我發現 就這一類的女孩一定都 只要問她說 你有止痛藥嗎 我有 然後請問你有那個 什麼什麼感冒藥嗎 我有 你要任何藥 她就 我有 然後你只要問她在幹嘛 我肚子痛啊 我頭好痛喔 然後她就一直在吃藥 就這一類的女孩 她們都一直在吃藥 所以我就發現 平血的女孩好像很喜歡吃 尤其止痛藥 跟永遠都會說 我在調身體 然後好像調好幾年 都還在調身體 不然如果有人要問你 有沒有止痛藥 你會怎麼回答 我有 這樣 沒有啦 沒有啦 剛剛客人員都會說 痛就是要忍 對啊 忍一下 都會死嗎 會死嗎 沒有 對嘛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軟弱嘛 身邊那是很強的 我懂 我懂 街頭你應該就是 常常拿止痛藥 突然症人 我有 好配合喔 沒有啦 我覺得止痛藥跟平血沒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到大 那個筋痛很嚴重 我每次都愛吃止痛藥 都是醫生開給我的 醫生也都沒有告訴我說 我平血不能吃止痛藥 而且 止痛藥是現代人的好朋友 舉凡牙痛 筋痛 什麼肌肉痠痛 頭痛 通通都在吃 那不是滿街都是那個 在冒冷汗頭暈的人 所以我覺得止痛藥跟平血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其實如果你本身有筋痛的話 你有子宮內膜異味症 其實基本上你有可能 你的精血量就比較多 那基本上你又痛 你又吃止痛藥 你會把你這個 部署的症狀給掩蓋住 那其實止痛藥在我們的 臨床上面 它有很多一些藥理的激轉 它會讓我們的 胃黏膜的血液循環 變得比較差 那這款止痛藥 一般來說我們分成三大類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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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 那阿斯匹林類跟唇類的 這兩個止痛藥 對胃黏膜都是傷害 那這胃黏膜傷害的話 萬一你這個人本身 又有胃潰瘍 色脂肪潰瘍的話 基本上你吃這些藥的話 很容易讓你的 潰瘍加重 加重之後呢 就會形成所謂的 或色脂肪出血 那尤其我這邊特別強調 很多家裡如果有老人家 很多老人家有一些 心血管理疾病 會再吃一些什麼阿斯匹林 或是抗瘍血劑 我就曾經遇過一個案例 有個阿嬤 他因為生病來看我 我就開止痛藥給他吃 結果等下吃到之後 他好了 他本來要留下來 結果他老公不舒服的時候 不舒服 他就把我的止痛藥說 這王醫師開了 而且沒有很大顆 很小顆 就讓他給他吃 就吃完之後 他隔天跟我說 王醫師 姐黑便了 我說 你姐黑便了嗎 我說不是 那我說那誰姐黑便 我老公姐黑便 我說你老公 那我說你們有在吃什麼藥嗎 有啊 他有心血管理疾病 有在吃阿斯匹林啊 他有一些心理的問題 有在吃抗力疾病 這樣大顆啊 麻煩你趕快 來我這邊拿轉診單 要送他遠來醫院去 對啊 我跟你講 好嚴重喔 就是這麼嚴重 所以說一個止痛藥 這個問題我告訴你 他基本上其實 很多人皮疤打開 有台灣的 有日本的 對啊 還有美國的 對 拿來都吃 我告訴你 腸胃本身不好的 真的對這個止痛藥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我覺得不只止痛藥 因為我之前他是 我是有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所以我在吃那個 致酸劑 就是會讓那個 胃酸減少的那個藥 那我那時候長期吃 吃一吃吃到之後 我都覺得 常常很累 就覺得很疲倦 然後到最後臉色蒼白 然後我最記得是我那時候 真的就是不誇張 就是爬一層樓 就會很喘很喘這樣子 我現在回想起來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就是吃那個胃藥 所以才造成品質 我還是有關係嗎 智酸劑 一般來說我們智酸劑裡面 會有鈣離子或鎂離子 那這個所謂兩架的離子 基本上在我們胃裡面 它會跟鐵的吸收 會有一點點所謂的淨和 可是基本上這個量不會很大 可是反過來 有一些人吃一些智酸劑之後 會讓我們體內 尤其我們在胃裡那個地方 有一種影響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 胃藥這個東西 基本上其實你長期服用 對我們體內 基本上是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 它基本上本身有一些潛在的問題 在這樣一些長期吃 所以如果像J媽 你吃那短暫時間 基本上其實影響是不大的 再過來其實我們身體 有一些警訓 你其實常吃 止痛藥跟智酸劑 你會把這個警訓給填蓋掉 因為你有很多其實你胃痛 可能是什麼 是胃潰瘍 甚至你有可能是 那基本上是你想說這些問題 反正很常見 你把藥一吃 而且你知道很多病的那種 先吃胃藥 再加止痛藥 這邊已經在燒火了 這邊總統我還覺得 天下太平沒有事情 等到這邊事情壓不下來 事情就大條了 好了 再來繼續看看 你們到底補血補對了嗎 好 這個應該有很多人打錯了 高鐵 高鈣 奶粉 就可以補平血 錯的人有四個 心童跟柯爾是覺得對 有高鐵兩個字 就是可以補平血 這樣很厲害 你做高鐵不就做高鐵 你坐... 你坐... 你坐高鐵 對啊 你坐高鐵 你坐高鐵嗎 怎麼那麼多鐵 沒有 我跟你講 湘羹 問你介紹一下 不是 為什麼 我覺得你講很多 高鐵 沒有道理 沒有高鐵了 當然就很補鐵 而且你看起來 才不像有吃那個子 對啊 你有道理啊 五千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補 因為小時候 都不 就是為了要可以睡晚一點 都不吃早餐 就直接跑到學校上課 然後有一次 第一堂課就是體育課 對 然後就跟學校送去急診室 然後醫生就說 我本來就有平血 然後又常常這樣 長期間不吃早餐 所以就會 就可以 就是 體力不值 對 就會一時體力不值 然後就暈倒 因為又在跑步嘛 然後醫生就有建議我媽說 要給我補一些高鐵高鈣的 我媽就給我買了 高鐵高鈣的奶粉 每天早上要讓我喝一杯之後 才能出門 那時候我平血的症狀 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覺得不對 待會兒對不起 對 討論一下 就是因為 我有喝過高鐵高鈣奶粉 廣告不是都說 喝了會有那個 珍珠般的光澤 對 玫瑰般的氣色對不對 然後感覺就是喝了 因為他臉色會很紅潤 可是我發現沒有 就是我做家事的時候 還是一樣會 頭暈手抖冒冷汗 而且反而平血的 那個症狀沒有減緩 然後人還胖 我覺得是因為奶粉裡面 它本來就添加糖 過多的糖分 跟小朋友的奶粉一樣嘛 所以其實喝了之後 反而就是感覺症狀沒有改善 然後還會影響 導演那個我也要 你也要幫我導演的話 什麼 你營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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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營養飾 代言對不對 我還是要講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早期啊 有一個產品 確實是奶粉裡面 它就在廣告裡面訴求 它是高鈣高鐵 是 然後這件事情 我們營養師其實有去跟 就是衛福部那邊 就提醒說 其實 就是 專業的提醒 專業的提醒 就是說 因為鈣跟鐵 如果同時去服用的話 那確實他們兩個的吸收率 都會同時降低 那之前有個研究發現 就是當你在吃一些 高鈣的食材的時候 那你在補充鐵 那到底要多少 比如說你 我們知道高鈣食材裡面 最有名就是牛奶嘛 乳製品嘛 那如果你牛奶喝到半杯 大概是120CC到150CC 它就開始去影響到你這一餐 鐵的 吃那個鐵的那個吸收率了 然後一直到 如果你這杯牛奶喝到一杯 就是大概是250CC左右 那你這一餐 如果你真的有吃鐵劑 或是你有吃所謂的 含鐵的食物 那你的這個吸收率 就會降到一半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廠商在做的時候 其實也是要建議分開 分開做 就是高鐵歸高鐵 然後高鈣歸高鈣的食材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你這一餐吃的紅肉 要補鐵 那你就不要吃 因為滷製品其實 它鈣含量蠻高的 那隔兩個小時之後 你再去喝牛奶這樣子 這樣才不會互相影響 那鐵劑的人也一樣 如果你有補充鐵劑 你不要搭著牛奶喝 也不要搭著一些高鈣的食材 在同一餐裡面進行 那他們兩個吸收率都會下降 而且大家每次講到 就在那邊講補鐵補鐵 對 除非你是缺鐵性的貧血 對 你才是補鐵 比如說像剛剛王醫師講的 未出血 你補一百顆鐵劑也沒有用 對啊 而且鐵劑還傷胃啊 對啊 回到個根本 到底你有沒有貧血 要抽血 對 只要你三CC的血 會告訴你你有沒有貧血 再告訴你你的貧血是屬於 小球性 等球性還是大球性 小球性的貧血 有可能是缺鐵性貧血 有可能是其他 那如果是大球性貧血的話 那可能是缺頁障或缺鼻舌 可是我覺得這一題剛剛 剛好有個東西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貧血第一個想法 就是要補鐵或補東西 可是都沒有先想 可能要指露的地方 就是問題是你為什麼貧血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 我們採訪一個病友會 那女孩子很年輕 大概不到三十歲 然後她就說她當時是怎樣 她就是有嚴重貧血 然後貧血貧到什麼 就是人家都會跟她說 你應該要去看醫生了吧 但是她覺得就是買一些補品 補一補就好 直到有一天就是昏倒送急診 送急診之後 她是一個多月以後 才有機會出來 為什麼 因為她那麼年輕 她為什麼會 那麼嚴重的貧血 後來發現她有大腸癌 她那個時候就已經幾乎是 她是三期快到四期了 只是因為她長的位置比較上面 所以她沒有影響到大便 或什麼都沒有 然後她那個血也是混在糞便裡面 所以她並不知道她自己 這麼嚴重 所以她那麼嚴重的貧血 其實是因為她大腸癌幾乎是刺血 這樣的個案 我在八月份 在兩個月之前 剛好找到一個Case 三十六歲 她說她很累 很痛 很不舒服 肚子都是硬的 然後一量體溫四十點二度 然後臉色差 四點二 問題是 白到很程度 你知道這個問題很大 開轉診單讓她去醫院 一個月之後收到她的那個 轉診回復單 我們到一看都先看說 她的一看 有住院 然後再看出院診斷 我都肚子痛 原因呢 大腸癌 她是長在直腸的地方 剛好是二膝 所以這個病人住了十三天的院 還好問題應該有解決 所以她如果再晚個半天 或是她回去休息 她有可能 腹膜炎 嚴重到有可能 就真的會腫 她真的拔又遇到問題 所以說你看到時候 你真的會嚇一跳說 這樣的病人 真的 有些事情真的 不是說年紀大才會得來症 很多很年輕 她真的有一些這狀況 必須我們醫護 或是病人本身 真的多關心一點 好 再來看看 所以剛才提到有各種貧血 我們要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最後抽血檢查之後 發現是缺鐵性貧血 那麼你們應該平常要多吃什麼 一 雞蛋 二 櫻桃 三 菠菜 好像都很補耶 對啊 來 請選擇 選雞蛋的人 只有這嗎 選二的人 櫻桃的很多 張可芸 為什麼你選櫻桃 因為我覺得吃雞蛋 應該是補充你的體力 然後吃菠菜也是補體力 只有櫻桃 櫻桃是紅的 跟血的也是一樣的 這個有血的 而且你今天穿紅色的衣服 對 而且櫻桃小嘴 就是嘴的 顏色 細色 菠蘭為什麼捲菠菜 對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我常常會就是會暈眩 然後後來醫生跟我講說 就是可能我有點貧血 所以她那個血不夠兩個心臟 所以她就建議我多吃那個菠菜 因為她說菠菜就是含豐富的鐵 是 對 所以我就吃了很多菠菜 然後她有吃牛肉 她就跟我說吃菠菜跟牛肉 就是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後來真的有改善 後來是因為我另外 我一個朋友是嚴重到就是 她那陣子就是一直很想要吃 對 她就一直很想吃碎冰沙 後來她也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才發現原來她是嚴重貧血 後來醫生也跟她講 就是多補充菠菜 然後 葡萄 牛肉 然後後來她就有點嚇到 就是怎麼可能 所以她就隨身攜帶那個 就一直喝那個 反正就是紅的都能補洗 對 這什麼東西都要吃 對 後來真的就是有改善 我選雞蛋耶 怎麼會是雞蛋 雞蛋是雞蛋 而且我很賭定是雞蛋 為什麼 因為我很久之前 我聽過媽媽分享說 如果要快就是怎麼樣輕鬆 方便的幫小孩補鐵 就是讓小孩吃雞蛋 就是媽媽圈瘋傳的補鐵神器 那妳把他們擠得到 對啊 我會知道 沒有小孩的話 吃雞蛋就是蛋白質吧 而且我就是有醫生根據的 因為我之前帶我兒子 去看醫生 那醫生就看我兒子的指甲 他說我兒子的指甲都爛爛 軟軟爛爛 然後他那個旁邊 都有那個刺刺的皮有沒有 指甲裡面有那個 對 刺刺的 然後就讓他 他去驗血嘛 看有沒有缺鐵 然後一驗之下 還真的有缺鐵 那我回診看那個報告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想說 醫生 醫生怎麼辦 他現在缺鐵 我是要給他吃什麼 有什麼鐵的那個 營養補充品嗎 還是什麼藥 醫生說沒有關係不用 你不用擔心 我就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雞蛋這麼厲害耶 然後我也跟著每天 就跟我兒子一樣 每天吃一顆雞蛋這樣子 然後固定我會去喝 就是我們家附近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豬肝就是補鐵很好的食物這樣 就補上加補 他這樣講起來 真的還滿有說服力的 沒有說服力啊 就是雞蛋 醫生說的關係 所以不是那個蛋啊 因為他講說豬肝湯 對啊 可是我有對照讀 因為我兒子沒有 喝豬肝湯 他只要吃一蛋 是你喝豬肝湯 對 所以我兒子有變化 你兒子有變化 但是他 除了介紹 系統出來 跟你介紹一下J媽 來 你給他介紹 他那個在外面 黑到白到都很糟 對 我知道啊 我知道他很多以前的事情 我真的 我真的在大學的時候 跟甜甜就認識 是喔 所以你們打麻將 就是一起打就對了 我不跟他打麻將 他以前都有 我們都打到 多少圈內人追他 我們另外開一集 來做這個好不好 對啊 正確答案 請問應該是哪一個呢 如果說我們今天就學術上來講的話 缺鐵性品學 我們第一個就是補鐵嘛 對 那要選擇鐵高的食物 那這三個裡面 以一百 同樣重量來看的話 那鐵最高其實是 含鐵量 含鐵量最高其實是菠菜 好 因為雞蛋 雞蛋的話一百克大概就是 一點五毫克的鐵 那如果菠菜大概會達到 二點九左右 所以但是 但是 但是在補鐵的時候 要考慮到就是所謂 吃進來的吸收率的問題 那吸收率呢 會影響到你有沒有可以 趕快快速補鐵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記住一句話就是 會比植物性的鐵 它的吸收率來得高 所以當你吸收率來得高的時候 你就不用吃太多量 所以豬肝你可能就是 如果你真的缺鐵的話 你可能是兩三天 差一吃一小碗 其實就夠了 所以如果是我們會建議的話 通常我會建議 雞蛋加菠菜 雞蛋加菠菜 因為雞蛋本身它其實 蛋白質含量夠 那其實如果是血紅素的問題 其實還包含你的 你的那個紅血球的來源 其實也跟蛋白質的 有沒有足夠也有關係 然後鐵的話 其實你就是從菠菜 那如果你真的吃菠菜 餐後你就要必須搭配 維生素C高的水果 比如說像芭樂、柳橙汁、小番茄 木瓜、奇異果 這五個 其實是很好的搭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話 其實是雞蛋搭 菠菜是很好的組合 那我跟大家講櫻桃 櫻桃雖然是見黑 好像就是補血這樣 對 事實上它CP值很低 它有鐵 但是基本上它很貴 所以基本不是我們需要的 就是在做補鐵的時候 我們不建議 然後它又是植物 新加水果 所以它其實 它的效果沒這麼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補鐵的話 我跟大家講 就是動物性裡面除了剛提到 大家耳熟能詳的豬肝牛肉之外 其實像那個 然後甚至於像 對 文革九孔 它的含鐵量也滿高 而且它是屬於動物性的 所以也不用怕說 會吃得太胖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還有像 海蛇皮也有 海蛇皮也是屬於有 含鐵量滿高的海鮮那個東西 然後另外 鴨肉 甚至於剛剛討論的雞蛋 因為蛋其實都還滿OK的 但是如果真的硬要比 含鐵量比較高的蛋 那 鵝蛋還滿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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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你吃雞蛋 牛肉就好了 那剛剛那個菠菜炒牛肉 是很多人會建議的 因為菠菜本身 它是植物性鐵高的食材 那牛肉本來就動物性 所以它們兩個搭起來 其實是補鐵的人 其實它滿需要的一道料理這樣 那如果是吃素的怎麼辦 其實 那蔬菜裡面包括 紅餡菜 黑甜菜 然後還有一個甜豌豆 你知道甜豌豆夾那一種 那看起來綠綠的 可是它甜的還滿高的 還有玉米筍也滿高的 玉米筍也滿高的 它的含鐵量也滿好的 然後紅鳳菜 這幾個是前幾名 然後還有腰果裡面的前三名是 堅果裡面前三名就是 黑芝麻 然後腰果跟杏仁果 那這個是給就是 比較吃比較養生 或是說吃素的人 他缺鐵性貧血的時候 他可以做這樣的補充 但是它無調味的對不對 不能夠 調味跟沒有調味 跟那個裡面的鐵含量 是不影響的 你吃有鹹的 它還是有鐵 對 可是我覺得前提是 缺鐵性貧血 所以我們才補鐵 有些人呢 他會覺得 那反正貧血就是要補鐵 可是有些貧血的人呢 為什麼 比如說有些人 就我們剛才講到什麼 地中海型貧血或海洋性貧血 如果你是重度的人 你大概都會知道 大概就是因為你要輸血 你要幹嘛都知道 然後很輕度的 完全沒感覺 有些是輕度偏中的那一種人 他就有個狀況就是 他可能當時出生的時候 沒有發現 然後結果他就是 檢查體檢的時候 抽了3CC之後 然後如果是一般體檢 只會告訴你你貧血 我可能沒有直接告訴你 你是哪一種貧血 了解 那通常正常的 健康面對的態度是說 我應該再去了解 我到底是什麼一種貧血 可是台灣都說 我貧血了 所以我要多補 什麼很開心的感覺 對 然後於是乎呢 之前醫生遇到一個 他很妙 他就是因為就覺得說貧血 所以他就會拚命補這些 什麼豬肝啊 什麼鐵啊什麼 就是到處補 補到後來有一次他又 他又那個去體檢 這個時候發現 不只是貧血 他發現他有一些 根功能的異常就是GTB 那個GOTG開始上升了 他又有肝炎的跡象 想說怎麼會呢 又沒有什麼病毒性肝炎 沒有什麼怎麼會這樣 後來才發現是因為 他呢其實是這種 所謂的地中海型貧血 但他大量的補鐵之後呢 他的鐵反而會亂跑 就亂堆 那堆在肝臟 反而傷肝臟 造成有一些發炎的現象 所以你不要覺得我只要 體檢報告看出來 貧血這一欄是紅字 就覺得我要補鐵 這有時候反而 對 我做頭了 對 可是其實貧血 老實說我們都會覺得 他應該沒有太嚴重 所以今天聽完大家的說法 只能說 原來其實我們都覺得 但是如果真的嚴重 有可能真的會要人力 癌症太多 所以需要的話呢 就請給王醫師 3CC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讚好媽媽 我的本帳跟我們照顧照 大家拜拜 有時候看到小朋友 那個翹睫毛都會覺得 好羨慕喔 然後有時候看到一個小孩子 我就說 好笑喔 他們說這有什麼好的 他有睫毛倒擦很可能 都一直在流眼淚 我想說要不要大家去開刀 有動那麼嚴重嗎 其實睫毛倒擦這個病 在成年人 是比較需要到開刀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成年人 如果睫毛倒擦都有原因的 比如說他有受過傷 不像以前的人 得過沙眼 那他的這些眼皮周圍 有經過感染 有結痂 他倒著他的睫毛 開始有一些變化 長的方向改變 那這樣的話 就有可能真的會 那個睫毛 一直刮自己的眼睛 他就會造成不舒服 衣物感等等 反而是小孩子 我們要稍微 借急用人等一下 因為東方的小孩 其實他的睫毛 本來就比西方人 稍微往中間往上面 上面下面這樣子長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 外國人的睫毛比較會這樣 對 東方人才反而是比較 就知道 所以在尤其小寶寶的狀態下 很多的小寶寶 他的睫毛 直接貼在眼球上 可是他沒有感覺 而且那個東西 應該隨著年齡長大之後 他眼頭越來越開 那個睫毛就會離開他的眼球表面 所以借急用人 沒有急著 要在小孩子的時候拍到 那很多媽媽說 可是他一直流眼淚 一直流眼淚 對啊 難道不是因為睫毛貼在眼皮上 這個眼球上造成嗎 其實一歲以下的小孩 流眼淚最常見的原因是 鼻類管阻塞 好帥 跟睫毛沒關係 沒有關係 睫毛到底有沒有貼在眼球上 都不重要 重點是他鼻類管 就是我們的眼睛的內側 把眼淚流到我們鼻腔的那個管子 好像因為小寶寶很小 所以常常堵塞 讓眼淚一直下不去 下水道一直堵塞 所以就會在眼球當中打轉 那個也是隨著年齡 都會越來越好 所以對著我們小寶寶 小小孩來講 不要整天想著 一定要睫毛倒叉要開刀 先借幾用人 等到他一歲兩歲之後 再讓眼淚一絲評估 了解